你了解MP5K冲锋枪吗? 究竟是MP5K的骨灰级攻略 一分钟带你了解它 MP5K使用9毫米子弹 有单发、三连发和全自动三种模式 初始弹容量为30发 装备库容弹匣后增至40发 配件方面能安装全部的6个配件 描具可选6倍镜以下的所有瞄准镜 建议选择红点增加开镜时的精准度 枪口可选消音消音和补偿器 建议选择补偿器增加稳定性 握把可选全部的6个握把 建议贴脸选择激光描准器 增加胶射精准度 其他情况建议选择垂直握把 大幅降低垂直后坐力增加稳定性 弹匣推荐快速扩容弹匣 能加快换弹和提升弹容量 枪托可选站住枪托 前手画面抖动还能降低后坐力 接下来是具体属性 首先是伤害 打身体是32点 打头部是59点 打四肢是21点 打脚是11点 打完全部的40发子弹需要2.63秒 射速为15.21发每秒 秒伤为486.72 100米距离衰减3点伤害 伤害衰减不大 装了弹匣后 打完子弹换弹为3.2秒 牛油子弹换弹为2秒 子弹出速为375米每秒 MP5K的特点是射速快 秒伤高 满配后稳定性高 弹容量多 实战时MP5K的交涉弹道也非常集中 开进后也超稳定 很好压枪 并且伤害衰减小 可以应对天脸近战 中近战多种情况 实战还是非常厉害的 但是换弹慢又注意剩余子弹术 防止没子弹被敌人击杀 好了 我们下期见